只因为一个坑货兔子便让我负债食用 并且一次次的惨遭处死 为了还清债务 我选择了最赚钱的职业 制药师 原本我在玩一个登上权力巅峰的游戏 玩家可以自由选择职业 开始我因为感觉毒死太过憋屈而选择了制药师 但是随着我一次次的制药 我渐渐发现通过卖药可以给我带来不悔的生命 这给金牛做的我带来了很大的满足感 游戏中所有人都可以争夺皇位 我本以为有钱好办事 可皇族的勾心斗角又怎么会那么久 于是我迎来了一次次被处死 终于我再也受不了这个游戏了 我花了那么多时间与金钱 可带给我的只是一次又一次的惨死 就在我准备摘下VR眼镜时 忽然似有什么东西在屏幕前闪过 开始我以为是眼睛出了什么问题 突然公告中有了新的消息 我立马点开 生怕错过重要信息 没想到的是竟然出来了一个红色小兔子 此时的我还不知道这是一个坑货兔子 这是从来没有过的通知方式 而在他的脖子上还有着一个倒计师 随着坑货兔打开手中的卷种 我看到了这次活动内容 只需十亿我就可以和游戏中角色见面 降价了一千万 并且只有一分钟时间 我不由得感到好笑 这又不是十亿游戏笔 傻子才会付款 就算游戏笔我也没有了 这个垃圾短信还是让他去骗其他人吧 就在我准备点拒绝的时候 忽然我愣住了 他显示已经自动接收并且完成付款 自动贷款 我赶紧想要退款 坑货兔邪媚一笑 告诉我特殊商品禁止退款 我还没多想身边就已经开始出现虚空碎片 瞬间一道白光把我吸入其中 朦胧之际 我仿佛在一间办公室之中 我只感觉浑身疲惫 好像趴在地板上 我抬头看到的是熟悉的办公室 这是游戏里的画面 同时一个账单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脸色铁青 突然给我显示我获得了新的称号 老赖 我穿越后如此可爱的小仙女 竟然要背负老赖的骂名 我顿时如遭雷击 就在我气愤之间 我又看到了那个坑货兔子 我一定要去找他问清楚 我带着系统穿越到了游戏世界 系统平级最低等级为D级 可是却给了我比D级更低的S 而我前世作为医药师本命SSS下的医药等级 也被系统给我封禁成为了D级 穿越过来我才刚刚苏醒 就听到了一声咒骂 一个没用的东西 而就在此时系统告诉我负载时 并且给了我老赖的称号 我不由得感到抓捕 谁知那个骂人的少女反而兴奋了 竟然还以为我疯了 我不由得看向他 一个绿群少女名叫亚丽珊 不过此时的我还是更关心心 毕竟这才是我回去的根本 见我没有理他 亚丽珊更加生气了再度对我开水的动脑 并且对我拳打脚踢 我越想越气都是皇族他平衡当 我不由得对他吼得出来 换来的却仅仅只是一人 随后他便又开始了对我的吼 忽然他拿出了一个脚踢 并扬言要叫死我 我不由得大点震惊 这是一个不到十岁的小孩要做的 一阵精神恍惚 我的记忆开始了与就身体之前 记忆进行弄 随着记忆融合一段段往事 涌入我的脑海 那是不堪回首的货子 而我的头也越来越低 我是切立石在游戏中 我是皇族的神 可我却穿越到了他崛起之前 也正是因为这样种种 变弹的经历造就了他成为一道男人 尽管之前游戏中我一次不吐了 这次我不能再被结束使命 根据之前的记忆 我应该从这个恶魔少女手中逃走 可占据别人的身体肤 恶魔少女看到我反抗 竟然更加辛苦 直接一手粗鲁地抓住我的秀法 又恶狠狠地告诉我下人终究是下人 突然他的手松开了 似是在温柔地抚摸着我 我本以为他回心转 谁知道却是暴风以前的宁静 他直接给了我一个大鼻子 一击之下我再也不想死 转身就好了 恶魔少女亚历山在我身后 不断叫骂 并到我眼前 我不由得心想傻子才会 看着皇宫内无数道理 我顿时开心了起来 这么多门我随便一道 那个恶魔少女就找不到我 这时我看到了之前 看我来到这里的小鲁 我想着今天的遭遇 瞬间大怒 赶紧追了上去 可就在他进了一道门之后 我追进去并没有发现他 随着我一阵无能目的 我不由得哭了出来 时间一点点过去 看着我的小鲁鲁 后面 找到了一面记忆 看着我竟然如此的爱 我释怀了 我这么美丽 受一点点委屈也是正常 我可是游戏中的主角 趁着没人我再度打开了戏 进入眼帘的是主线认 我要还清那十亿元 我要在这深宫之中活下来 并且成为皇女 还有第三条没有解锁 我瞬间猛了 这太难了竞争皇位的有十四个 而如果我完不成任务 就要被杀敌 我都来不及伤感恶魔少女 就又追导 她一手直接抓住我的脖 突然直接给我一个任务 让我反击 如果没有反击 我就会被杀敌 我穿越成为了皇女 本以为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对手 没想到是一个受尽冷落的牙脸 而我刚穿越 就被一个仆人 打了一个大逼斗 我先是被眼前 这个绿群少女欺负 就在我想着 如何摆脱 这个恶魔少女的手 她又抓住了我的头发 我真的受不了 这个幼稚女孩 我直接猛地起身 撞在她身上 虽然有了报复她的快点 但是我的头好 可是怎么变得这么安静 我回头看向了她 啪哒 原来她流血了 看着滴在手中的血 她也愣住 随后我便是迎来了她的报复 她这种温室里长大的花朵 又怎么会受我伤了 就在这时该死的系统 又发出了任务 竟然是让我 指着她继续流血 而奖励竟然只有十块钱 我可是负债百亿的呀 真是个抠门的系统 可是都到这时候了 她还不忘微笑 你给我等着 我没理她 直接拿出纸塞 到她的鼻子里面 来帮她治学 想着她的恶行 我勉强对她笑了笑 她却阴沉着脸 这时进来了一个女 她关心道 黄女你还好吗 我瞬间感觉 整个人都好起来 她一定是来帮我 我直接冲她冲了过去 没想到我去扑哭 而是关心起来了 蛮横的恶魔少女 把我冷落到了一边 正想着我太孤单了 就听到了女僕又关心道 不会是那个连话 都不会说的傻话 欺负你 说话间她瞥向了我 但是我真的是好无辜啊 明明我才是那个被欺负的 她也注意到我会说话 在她感叹之际 我不由的感觉 她还是关心我 没想到她又来了一句 最重要的是 你竟然欺负亚历山皇子 随后便是对我一顿辱 更是担心 会在亚历山脸上瘤 难道都不关心一下我吗 只见亚历山像女僕 不在意地把她白手 不过她可不是一个大气的人 当她面向了时 一道阵法出现在她脚下 魔法也开始环绕在她的四肢 这是独属于皇族的力量 因为皇族受皇帝圣蒙的部用 世代传承这份力量 但是我知道皇族不允许 她这样随意使用魔 看着亚历山阴臣的脸 我只能默默起来 就在这时系统 再度开启了新的功能 这是来自系统的能力特别 而我作为钥匙本 撒撒撒撒的一样 也被封禁为弟弟 与此同时亚历山单手 聚集黑暗能量球 就要向我操 看着女僕朝我扑了过来 我本以为她是要救我 谁知道她拽住我之后 反手给了我一个大逼的 然后把我擒住 原来我又自罪多情了 见我被擒住她伸出了手 企图让我给她跪下做文手 这是莫大的尸辱 面对如此绝技 我没有丝毫犹犹 直接扑向她的腿咬上去 我瞬间被击倒在地 她聚集魔法就要再不出 这是一个富有雌性的 中年男性声音传了出来 我知道我的救星来了 我年仅六岁便受到了奶妈背叛 她联合皇女亚历山德拉将我毒打 此时的我贪坐在地上 就在我绝望之际 一道声音传了出来 是谁敢在皇宫里动用杀气 一名红发男子走了出来 正是帝国的亲王殿下 阴沉着脸看向了亚历山德拉 而亚历山德拉此时 早已被吓得瑟瑟发抖 他死死地拽着裙摆 嘟囔了一句对不起 而红发男子并没有理会他的道歉 只是义正言辞地继续指责 他对比自己小很多的我出手 那奶娘并不甘心亚历山德拉 被亲王羞辱 竟然打断了亲王并指责起了我 那亲王只是瞪了一眼奶妈 便吓得奶妈连忙跪下道歉 他转头看向了楚楚可怜的我 然后便不由地暗暗感叹 我竟然如此可爱 我向他试探性地伸出了手 果然他回应了我 看着他如此英俊 也不由地让我有些春心荡荡 他突然问到你不害怕我吗 我顿时一惊 毕竟我可是穿越而来的 急忙装作慌张的样子 而他却是一脸淡然 仿佛早已把我看穿 看着我并不怕他 他也开始对我产生了好奇 见他一直盯着我 我顿时羞红了脸 不过我确实觉得他好帅 而就在这时系统面板再度出现了 展现了眼前这个男人的所有信息 而让我没想到的是 这么帅的男人竟然消化不了 随后系统便是告诉我 由于我是要是 未来系统任务将要以医药为主 他看我精神恍惚 便招呼下人带我去检查 不过这可是个抱大腿的好机会 没有理会他的助理 我直接冲向了亲王 并死死地抱住了他 一旁的亚历山德拉等人君士 待在了原地 他们觉得如此冷酷的亲王 必定会对我下手 不过我又怎么会没有分子 我直接喊着爸爸不要离开我 他不免心中一动 不过他还是出言拒绝了我 还好他的助理帮我说起了好话 事到如今我只能使出必杀技了 我吃着手 眼泪不停地在眼眶中打转 只是低着头没有再多说些什么 而我的内心其实十分坦然 我向他介绍着我自己 并告诉他我很听话 随后便告诉他我知道他身体不慎 可以帮他治疗 可是他却有些不以为疑 而我为了一千奖金再度伸出了手 令我没想到的是 他竟然一眼注意到了我手上的伤 并开始关心起了我 我急忙将手背在身后 并假装毫不在意 因为我知道大人都喜欢懂事的孩子 而我越是笑得灿烂 他则会更加心疼 不出所料他直接抱起了我 并告诉我从今以后他便是我的父亲 我依偎在他的怀中 这是我第一次离一个男生这么近 不免对他多了一些狭想 他并没有直接带我离去 直接叫了亚历山德拉的大名 吓得他浑身一颤 我的便宜父亲直接警告他不要再对我出手 说着瞥了一眼亚历山德拉 然后便是搂着我处罚了亚历山德拉 并直接下令将背叛我的奶妈拉出去口味 随后抱着我转身离去 而我此时却是因为系统陷入了沉睡 可是我的这个便宜父亲真的对我毫无所求吗 在外我是人人敬仰的黄女 而实则是连庸人都可以对我随意打骂的压抑 不过好在我被皇室亲王所救 而我在任他作为父亲后便晕了过去 但是亲王只是救我一时 还是真的愿意我留在他身边我无从得知 第二天我从五米长的大床醒 不由地感叹这才是皇室的生活 我用手感受了一下床 竟然如此松乱 而这是一个女仆见我醒了便立马上前对我关心 这是我从未拥有过的待遇 通过她的自我介绍 我了解到这个女人身份并不一般 她是皇室中一个大家族的长女 而这个家族已经延续至今五百年之久 而对皇室的忠诚可以说无人能比 想到我要成为未来的女皇少不了一些盟友 我急忙礼貌地打起了招呼 而她见到我身份如此尊贵竟然没有嫁 也是对我十分喜爱 她尽心地为我梳妆打扮后 便要带我前去吃早饭 而路上我急忙开始了试探 随着我一句句避问 我知道我大概率可以永久得到这位亲王的避问 可就算如此 我又该怎么获得亲王信任完成系统任务 令我没想到的是仅仅只是一个早餐竟然就如此丰盛 而亲王果然也和我们一同吃饭 就在我刚要吃饭时任务面板再度出现 需要我抓紧时间来医治亲王的胃 我看向亲王想起那奖金 不由的眼里都冒出了光 但是医治过程需要热火烤过的银针扎入手指 这让我犯起了难 毕竟任谁都会觉得我在恩将仇报 可任务不完成我就要被抹除 不过无论如何我都决定吃完饭都要尝试一下 与此同时亲王则开始打探起我是否挑食 前世的我可是要尸身之均衡饮食的重要 又怎么会挑食呢 急忙否认了 而在亲王眼光 我一个四岁小孩竟然不挑食 他不免惊讶了起来 并对我产生了更大的好奇心 看着眼前的牛排和尖当我的食欲大开 同时前方还有一个黄金烤鸡 可当我伸手准备拿的时候 一盆绿豆羹避到了我的手中 随后又给了我一份油炸卷心菜 还告诉我既然你不挑食 吃这些对你身体好 我瞬间无语 我只是不挑食 又不是不吃肉 大鱼大肉摆在面前我却只能吃菜 我怎么吃得下去 这时还是我的便宜父亲同意默许了我继续进食 而饱餐过后 就到了我要为他治病的时候 看着他的背影 我鼓起了勇气决定尝试和他说一下 我跑向了他 双手握着他的大手 一脸诚恳地说道 我有件事想拜托你 我想为你医治胃病 他还没有回答 便听到他的随从问道 你是怎么知道殿下有胃病的 面对这个问题无疑是让我的处境血上加霜 我要怎么样才能成功医治完成任务呢 面对眼前这个救我于危难之中的男人 我竟然提出要用热火烤过的银针 直接刺入他的手指 让他体会食指连心之痛 面对我的提议众人都是一惊 而亲王的随从更是怀疑我要拷问他 我急忙解释 这样是为了解决亲王肚子不舒服的问题 那随从竟然还怀疑起了我的方法 而侍女等人更是一脸的不可思议 这时侍从忽然说道 你是怎么知道殿下胃不舒服 我急忙慌张地随意回答一句 比如我的便宜父亲吃饭时的种种表情 而就在他们已经开始相信的时候 这个该死的侍从仿佛和我作对一般 再次问道 那你又是怎么学会这些方法 我急忙根据游戏设计 利用众人都信奉的神龙进行解释 是在梦中一个黄金圣龙教我 并告诉他们每天圣龙都会轻易地教我一些知识 随后我又举例了一些草担 他们看着我侃侃了他 也似乎不再对我进行挽回 不过侍从还是对亲王的身体表示担心 而我的父亲不愧是亲王 非常有破灵 不懈地说到他才四岁能给我带来什么伤害 随后便是吩咐人按照我说的东西进行准备 那仆人也对亲王为命是否 另一边的索菲亚也正准备去帮忙 我急忙叫住了他 并悄悄告诉他需要准备什么 而就在一切准备救续 原本信誓旦旦的亲王竟然显得有些慌张 就连说话都有些颤抖 我则急忙撒娇道 爸爸 我是不是要轻一点 随后我又是做出一副自认为很可爱的动物 从而让他不忍心拒绝 我不由地想到在这个我曾经玩了八年的游戏中 亲王所掌握的白夜宫本是最难攻破 而我现在却可以带你来生活 不免有些庆险 可是最核心的地方我还是进不去 就在这时 他直接出言打断了我的幻想 直接一句我不是你爸 企图来逃避治疗 不过好在这时你不断来了我所需要的物 索菲亚一脸担忧地问我真的要扎在纸杆下面 而我则是信誓旦旦 我认真的给父亲绑好乌鲁 看着我认真而又可爱 侍从在一旁无嘴抠笑了钱 先将针烧热 然后我握着他的大手 直接刺入了学物之中 任务完成 而新的任务也随之而来 连皇家御医多无法医治亲王的卫饼 竟然被我一个四岁小女孩 仅用一针解决 随着我一针扎完 系统也给出了金币到账的提示 而亲王也是迅速对我的医术表示了认识 他有些不解地看着自己的拇指 随后问道 你是怎么做到的 我不由得一愣 这是连平民都会的医术啊 这时一旁的侍从也是对我连连夸赞 只见一只大手伸了出来 他宠溺地揉了揉我的头 而面对他如此偏爱的举动 我自然是乐此不疲地享受着 而这时侍从也是道出了 御医不能治好的原因 竟然是因为亲王过于威严 无人敢治 而谁也没想到我竟然如此大胆 而这时新的任务又来了 我之前治病居然只完成了50% 而剩下的50%则需要用药剂来彻底解决 本来我对这个任务还是有些不满的 但是当我看到奖励又是1000元的时候 我瞬间充满了动力 不过治疗的药剂则需要白夜宫中的草药作为原材料 可这并不容易 要知道那些草药是象征着这白夜宫中的核心所在 而根据我前世的经验 这白夜宫由于亲王的镇守 我曾经使用各种方法都没能进入其中 可是我要如何取得亲王信任呢 看着悲中的道引我陷入了沉思 我非常向往现在的生活 有人爱又有人疼 但是我知道这一切都是虚假的 我有些犹豫地叫了一声父亲 他似乎看出来了我有些担忧 但是他却误以为是我害怕亚历山德拉的抱负 只是告诉我那个女孩已经被关起来了 我否认不是这个原因 变得有些许拘谨 低头沉思了一下 我瞬间换了一个问题 抬头向他喊道 你有没有把我当做你的女儿 他看着我局促不安的小脚 给了我肯定的答复 看着他木讷的表情 我很无奈 但是除了这里我又没有别的地方去 而除了我还有许多人也有皇位继承权 如果我想要在这里生存下来 必须要贴近亲王殿下才行 而亲王此时沉思了一下 心中默默地想着我是一个不错的女孩 然后便转头看向我说道 去玩吧 然后我突然问他 我不用学习吗 他真的是一个好父亲 竟然告诉我不想学习可以不用学 今天随便玩 要是想学明天再学 他离开之后我便开始漫步在这花园之中 默默地享受着穿越后第一次休闲时光 而就在此时 白夜宫的另一边 亲王和侍从开始翻找起了大量资料 并随意地闲聊着 但是此时的我怎么也不会不到 我是他唯一一个解开魔力甲咒的人 而这也是御医不能给他治病的主要原因 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这平日里的工作狂 竟然还会在工作之时想起了我 就连他自己也没发现 他不经意间嘴角上扬了起来 与此同时 一份关于我的档案 被包含亲王在内的许多人翻找了出来 本是贵族中人人唾弃的落寞皇族 竟然受到了帝国最冷酷亲王的庇护 只因我们有过一面之缘 也因此使得皇宫之中各大权贵争相调取我的档案 在他们眼中我能受到亲王庇护 一方面只是亲王初回京城玩心大吉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亲王想要再次立威 但是就算这样也足以使我的身份得到他们的重视 不过了解亲王的人则知道还有另一个原因 那便是我很像曾经那个让亲王入魔 并且甘愿遭受海底炼狱之苦数年的人 而我也是除了那位外围一感亲近他的人 不过这还只是亲信所知道的 其实我和亲王之间曾经还有过一面之缘 只是我却早已忘记 此时的亲王也拿出了我的资料 从前的帝国中有两大继承人 虽然他们看似平等 但是实则暗流涌动 而我虽然是其中一位的后人 不过也仅仅只有我母亲的信息 对我父亲的信息一无所知 这不免让这些同样在看我档案的主持人 产生了更大的担忧 一个毫无背景的人 竟然获得了帝国第一亲王的庇护 另一边的亲王通过对我奶妈的拷打 得知了由于我说话吐字不清 被所有人当作了白痴 受到了几乎所有下人的羞辱 甚至就连我的所有首饰也被调包换成了假货 而听到这里 亲王回忆起了我们之间的第一次见面 那时的我也如现在这般对他毫无拘意 而一见到他便是要和他玩泥巴 他拿出了世间最珍贵的宝石 挚爱之心 企图吸引我的注意力摆脱我 可是我却毫不在意 并坚持要和他玩耍 他一边回忆一边听着我如此惨痛的经历 随后便是让人给我准备新的手势 同时收起了那一点罗色 恢复了以往的严肃 略带冷漠地说道 向他开放白夜宫第四层 说吧 侍从直接使用飞鸽传书通知了正在和我玩耍的索菲亚 而侍从和索菲亚知道这个消息后 虽然表面没有什么变化 但是内心已经掀起了惊涛骇浪 此时的我在花园里玩耍着 就在我休息下来后 我不免进入了狭想 从我的亲王殿下 想到了我成为女皇拥有无尽财富 就在我沉浸其中的时候索菲亚找了过来 就不免给我吓了一条 真怕他觉得我是个疯子 当我得知能进入第四层后 我也是一惊 因为我知道这第四层 便是我想进入的白夜宫核心 如果进入其中 我有很大可能拿到完成任务所需的草药 而我不知道的则是此时的亲王虽然喜爱我 但是由于我的身份并不明确 对我仍有防备之心 同时这第四层是亲王自身开辟的空间 我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监视之下 我真不知道接下来会面对怎么样的情况 眼前这个男人只因为我送给他一个头上 便邀请我进入他的宝库之中 里面拥有着无数财富 而我却偏偏选中了一株毒药 在我进入之前 索菲亚正在和我介绍着白夜宫第四层的大致情况 亲王的白夜宫在最初的设计中仅有三套 而那传说之中的第四层其实本不存在 但是由于亲王实力过于强大 强行利用自身魔力开辟出了一次元空间 从那之后 这白夜宫便有了第四层 而据说在那第四层之中有着无数战利品 其中的珠宝更是多得数不胜数 而不说得到这些宝贝 仅仅只是进入其中观望一眼 便是这一生中无上的荣耀 说话间 索菲亚露出了向往的神情 这不免让我怀疑她是为了进入宝库 还是为了亲王殿下 不过见她如此向往 我便是问道 你不去吗 并邀请她一同前往 而另一边的亲王殿下办公室 她与侍从二人还在研究着我 尽管我才四岁 但是所有皇族一旦成长到十一岁 就必须要参加皇位之争 一旁的侍从也是深知其中的凶险 便建议直接带我出宫来躲避这未来的灾难 亲王只是沉思片刻便否定了 因为已出宫来麻痹对手的皇子比比皆是 外面同样凶险异常 随后侍从又拿出了 偷偷放在我房间内的探测器 他可以探测出皇族每个人的魔力 而我的魔力和普通人无异 这也意味着我就是皇位之中最弱的存在 侍从不免皱起了眉头 但是当他看到亲王仍然是一脸信誓旦旦 他忽然间想到了什么 并不由得紧张了起来 一向沉稳的他也开始慌乱了 就连说话也开始结巴 您 您是认真的吗 亲王并没有否认什么 侍从还想再说些什么 亲王便直接打断了他 就按我说的办法 况且皇女住进亲王的府邸本就不合常理 但是这又是何其艰难了 这宫中无数人都认为我没有未来 我的道路也注定没有太多支持者 同时我的母亲也遭受着骂你 这无意让侍从觉得没有希望 但是看着亲王自信的脸庞 侍从默默地退了下去 而亲王拿着我送他的头绳陷入了沉思之中 他构想着我未来的每一个敌人 同时我的遭遇不免让他生起了一股保护力 他默默地攥紧了手中的头绳 而我的皇女之路也要真正开始了 我本被所有人认为是一个傻子 却突然又被认作为圣龙转世 亲王不断说着我身上的种种一点 虽然从未接受过教育 但是却又懂得医术 他说着说着 忽然和侍从说道 他是圣龙转世 侍从急忙询问 您确定吗 亲王直接说道 他是不是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说他是他就是 而他的种种表现也可以被认作是 拿上龙转世 而如果有了这样的身份 那么未来的皇位之争胜算将大大增加 说着便下令让人造出 我是圣龙转世的丰盛 而那亲王并没有忘记之前 欺负我的亚历山德拉 他每日让他写检讨书 将曾经不可一世的皇女的自尊心 按在地上 同时又一次次的恐吓并给他心理暗示 此时的亚历山德拉早已没了争雄之心 反而由于畏惧已经成为了一个棋子 而他们也并没有准备将这个消息告诉我 只是想先尽可能地为我曝露 而此时的我正在找梅子 这个被他们视为毒药的果子 而我却可以利用他做出治疗亲王未病的良药 当我提出要进入装有梅子的仓库时 亲王没犹豫便直接同意了 亲王也是开始准备收养我的材料 并且吩咐侍从找出大量育儿书籍 不过我还并不知道我的便宜父亲 竟然是一个宠女狂魔 经过我的一步步处理 终于将这些梅子腌制好了 将梅子过滤掉之后便得到了可口的饮料 我精心打扮后 便是带着他去找父亲 可惜并没有见到他 只是从那侍从口中得知 亲王已经去了神皇宫之中 我本是人人唾弃的孤儿 我终于认了一个对我疼爱有加的父亲 可就在第二天 我带着礼物准备送给他时 他却闭门不见 那侍从见我十分伤心 连忙解释道 亲王昨天彻夜未眠 直接工作到凌晨四点 随后便去训练部队了 想着他还有胃病 我顿时心疼了起来 我连忙祈求侍从告诉我盐武场的位置 想着我在亲王心中的地位 他没有丝毫犹豫 便告诉了我盐武场的位置 这是全国最严苛的军队 而在这平日里纪律极强的军队中 突然有一个小孩闯入 一边跑还一边喊着爸爸 这不免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看着他们奇怪的表情 我没有理会 而是问道 亲王在哪呢 而这平日里的粗汉 也有着柔情的一面 温和地为我指明了方向 一道严厉的声音响彻天际 不训练都干啥呢 随后他看向了我 宝贝 这里很危险 你怎么来了呢 然后撒娇道 爸爸你对他们好凶哦 他也没有否认 只是柔声说到以后会注意的 一旁的士兵见此情况 不免开始了窃窃私语 他们又何时见过 亲王如此温柔的一面呢 不过当他们看到我的甜美笑容 仿佛也被我感染了一般 果然可爱才是硬通货 随后我便向亲王抱怨着 他没有和我说就走了 亏我给他准备了礼物 听着还有礼物他心头一洗 毕竟平日里也没有女人照顾他 随着我一个响指打出 索菲亚连忙将我利用梅子做的冰镇酸梅汤 推了上来 见到亲王如此待遇 士兵顿时吵了起来 而亲王只是一个眼神 士兵便纷纷把话憋了回去 就在他要说什么的时候 我直接打断了他 怎么了 他嘴上说着没事 但是趁我不注意狠狠地 给了士兵一个警告的眼神 看着委屈的士兵 我急忙让索菲亚来照顾亲王 而我则是亲自为士兵们分发饮料 士兵们自然是一个个受宠落惊 他们之中有谁喝过如此精致的酸梅汤吗 又有谁喝过黄女亲自到的吗 而令我没想到的是 一旁的亲王见我照顾别人 竟然直接醋意大发 就在我回到他旁边后 他又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随后我发现他竟然还要放冰块 我急忙指责他 明明胃不好却还要吃冷饮 而这时的士兵一个个也是干尽失足 一个个跑到我身边纷纷表示着忠心 亲王不免敢叹道 他们似乎都已经忘记了自己的军队 不过见到我能和这些士兵打成一片 带我回去了 我到亲王身边抓住了他的手臂 然后贴着他低声说了几句而已 我走后他木讷地重复着我的话 下次可以叫我小樱桃 身边的士兵不由地纷纷好奇询问了起来 只听到一道剑鸣声滑出 亲王直接沉声说道 我看你们休息得很开心 加大训练量 士兵顿时纷纷脸色大变 而我在回去之后 也是见到了那个 曾经让亲王入魔的女人的画像 我虽是皇族却被认为是傻子 并遭受万人唾弃 可是自打我认了亲王为父亲后 我先是应可爱外表 俘获了众多士兵的忠心 随后过上了难以想象的奢靡生活 最终还是被一只白猫打乱了瓶颈 在离开军队之后 索菲亚便要带我进入 那传说之中的白夜宫第四层 而眼前的这幅与我神似的画像 便是我的母亲基耶娜 只需要把这画像推开 便能进入第四层 其中有着各种战利品 从世间绝品的珍宝 到可以独霸天下的武器 无意不是亲王多年征战所过 而我也是被其中的皇冠所吸引 这是一个由黄金打造 中间镶嵌着宝石的皇冠 其中还被锻造是以魔力锤炼 而我仅仅只是看了一眼 便难以自拔 随后我又看到了一个 晶莹剔透的蓝色宝石项链 我戴上后询问着 苏菲可以送给我吗 可令我没想到的是 这是亲王殿下给别人准备的 可是那个人再也回不来了 尽管如此亲王 还是把他们送给了我 不过这也才仅仅是我奢华生活的 刚开始 就在第二天 我刚起床就开始了被照顾 不仅衣服全是新的 甚至还是用魔力编织而成 他们见我如此可爱 竟然害羞了起来 顿时我又收到了任务 是女星跳过快 请进行医治 原来我身边的人 只要身体有一点异常就需要我 就在我和他们玩耍时 他们发现了我的手上有伤 我不由地回忆起了 被亚历山德拉欺负的场景 他们不免有些震惊 随后便拿出了药膏 准备帮我上药 就在我已经适应这样的生活后 索菲亚要开始给我上课 首先是皇室关系图 这正是我想了解的 而听索菲亚的讲解 我也渐渐发现 这并不是为了给我上课 而是亲王为了让我了解后 方便争夺皇位 不过这也正合我一 看着其中最底下的一个分支 写着我的名字 我不由地下定决心 我一定要让这个名字 写到最顶峰 就在这时 一只白猫突然出现 而索菲亚似乎丝毫没有发现 这时白猫忽然口吐人言 不要慌 你没有在做梦 穿越后本是遭受万人唾弃的皇女 终于被亲王收养而获得尊重 可今天亲王竟要我离开他的白夜宫 就在我离开前还在上课之时 突然出现了一只白猫 那白猫诡异地朝着我笑了一下 然后说着你没有做梦 不由地让我一惊 但是当我看向索菲亚 他脸上并没有丝毫意思 似乎完全没有看到这只猫 他见我脸色发生了变化 还以为是我学习太累了 关心地和我说着 是否需要休息 不过为了不让他担心 我还是告诉他可以继续学习 毕竟曾经的我可是众所周知的傻子 我可不想刚对我的看法改变 就再被当成疯的 见我脸色好转他便继续上课 拿出了一个长相酷似水晶的物体 随机传出人物识别的语音 随后我便发现 这就是类似于上课所用的录像机 听着他不停地讲着皇族的发展史 这与我穿越前的游戏设定大致相同 就在这时 我突然意识到了我是穿越而来 数日的生活似乎已经让我完全融入了这具身体 而我原来的记忆似乎正在消散 想到这我再也没有心情听他继续讲课了 只是感受到无尽的恐惧 我知道我要抓紧时间了 可是在这里遇到了许许多多真正关心我的人 虽然我清楚地知道这是游戏世界 但是我对他们的感情都是真实存在的 如果我离开了他们又会怎么样呢 甚至有那么一瞬我想就这么留在这了 就在这时 系统页面再度出现 似是可以购买一个看穿他人想法的功能 可我还没来得及细看其中内容 就被索菲亚再度打断 你累了吗 那今天的课就到此为止吧 我忽然发现似乎有人在旁边注视着我 我一回头便发现父亲穿的西装格里 见我看他便说道 你学得很入迷啊 以至于我过来你都没有发现 突然旁边那只诡异白猫动了起来 在我回应父亲的时候 他朝着我走了过来 只见他搜的一跳 便到了亲王肩膀之上 我不由得好奇 难道这只诡异白猫是父亲的 你跟我过来 一道深沉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 他似是有些头疼的说道 你没有丝毫晃你的素养 然后我便看见了旁边的行李队 难道他要让我离开 我的脸色瞬间难看了起来 我瞬间抱住了他喊道 爸爸 不过他只是说道 让你去也许会受到打击 不过也好 我顿时整个人都不好了起来 脑子里面一片混乱 他到底是不是找借口把我赶出去呢 看着他的表情 我企图看穿他的心思 可是他这种亲王又岂能是我看穿的 只能默默跟在了他的身后 忽然我想到了刚才的系统 看着他的背影 瞬间点击确认购买 我知道我的机会来了 前一日对我疼爱有加的父亲 第二天竟因为我认真学习 似乎要将我赶出家门 不过好在上课之时 我收到一条系统消息 或许还有挽回的机会 可惜并不是直接了解他人想法 而是给我提供一些剧情提示 同时价值一千元的提示只打九九折 我不免再次感觉这个系统是个奸商 尽管如此我还是果断购买 毕竟我可不想被赶出家门 不过购买后才发现仅仅有十个提示 我只能等到关键时候再用了 令我没想到的是 父亲带我来到一处 精心布置过的房间之中 里面有着各种各样的礼物 我不免有些惊讶 这些都是给你的 我瞬间肯定了我心中的疑惑 我本以为他刚才是为了逗我 没想到却是亲王找人 费尽心思为我打造之时 别人和他询问 会不会吓到我幼小的心里 不过我属实被吓到了 就在这时我又收到了系统消息 那十条提示的重要程度 竟然是随机的 我直接大骂奸商 没想到那只坑货兔子 竟然又出现了 手中还拿着一个锤子 他二话不说 对着我的脑袋就是一锤 我直接趴在了地上 亲王见此不免有些疑惑 我连忙瞎说道 这是圣龙的感谢方式 只是不知道他信了没有 看着亲王为我精心布置的屋子 我不免有些感动 刚才因为没有注意 而购买错误的伤心也随之而去 看到精致的礼物和我急忙拆开 没想到里面 竟然是一盒排列整齐的话 我急忙正式地向他表示感谢 随后又故作帅气地说着应该的 不过当我看向这个屋子的装饰品 全部是一些艺术品 这真的是我一个孩子欣赏的来的吗 瞬间趴在地上 看他一脸疑惑 我又是假借圣龙的名义蒙混了过去 他轻易地揉了揉我的头 随后便在一旁看书让我自己玩耍 我则是默默打开了系统提示 我倒是要看看这提示 究竟为什么值一千元 没人疼爱的孩子 第一次感受到负爱是什么感觉 就在刚刚 我直接打开了之前购买的信息 第一条信息便是告诉我想要购买宝箱需要五千万 那宝箱之中只能存放世间的神情 不过我却可以将它们带出游戏世界 我点开了下一条信息 瞬间脸色便不好玩 那条信息直白地告诉我如果不尽快还款 将会受到惩罚 就这样我看了一条又一条消息 不过对我似乎都没有什么用处 因此我决定以后再看 就在我思考着如何完成任务的时候 亲王突然叫住了我 问到你画了这么半天为啥还是一张白纸 随后便是说到不喜欢画画 我急忙否认了起来 我找借口说道爸爸太帅了 我怕把爸爸画仇 他转身离去 并安慰我说艺术品并不是一次便可以出来的 我不由地松了一口气 我还担心他问我没有画画在干什么 这时亲王突然把我叫到了他的身旁 说起了他的双胞胎儿子 我不由地担心到他们二人会不会不喜欢突然出现的我 他只是宠意地揉了揉我的头 然后说道如果他们又知道这种程度 我会为你出气的 见他如此为我着想我有些不知所措 想着这些天他陪我玩耍 以及庆祝领养我的快乐生活 我不免有些感动 因为穿越前 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便离开人世了 因此我对父爱是很模糊的 而此时坐在亲王怀中我不免想起来了曾经的时光 他忽然问我父亲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想着他送我的各种礼物 我略有犹豫然后告诉他 是在任何时间都可以坚定站在我身边的人 想着我们很久之前的见面 在我独自哭泣的时候 是他伸出了一双大手温暖了我 而这时他突然拿出了我之前的头上 随后说道 你的一切都是对的 如果有人不听 我便让他消失 然后便给我绑起来了头发 在这一刻我真的不想穿越回去了 我随便采摘的草药 竟然价值堆积如山的黄金 在这之前 我正依偎在父亲的怀中睡觉 此时侍从近来汇报工作 却被父亲训斥 因为他担心会吵到我 他说着他在看月儿书籍 那侍从若有所思 随后便发现这其实是一本小说 父亲急忙说着回头在处里来掩饰尴尬 突然他发现 我醒来了 只不过睡得有点迷你 为了在我心中保持一个威严形象 他急忙开始和侍从说起了工作 但是侍从却是说着我很幸福 因为父亲从未对谁像对我这么温柔 不过父亲却是保持着他的严肃 随后便要带侍从去工作 离开后的亲王瞬间变换了一副脸色 原来侍从是要汇报我的领养进度 并准备让我的两个哥哥回来和我认识一下 另一边的索菲亚也是在为我准备着领养派对 此时的亲王在密谋着大事 就连侍从也是一脸坏笑 因为到了第二天早上 众人都会因为这张告示议论纷纷 上面写着我将会被亲王领养 不过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我这个皇女本是白痴 但是经过亲王的运作 将我用毒果作药的事迹传出去后 再说着我是得到圣龙庇佑的皇女 同时用亚历山德拉和我的经历诉说着我的仁慈 现在的我在众人心中形象大改 不过此时的我正在吃着手指 突然打了一个喷嚏 我还在想究竟是谁在背后讲究我 此时一个老伯对我的到来非常惊讶 因为他从未见过皇族来此亲自采摘 他给我介绍着这里的一草一幕 通过我和他的聊天 我不仅怀疑这个世界并没有医生 更是知道皇族可以通过自身能力自语 而平民一旦受伤 再对伤口放任不管 那么一定会出大事的 而皇宫之中似乎只有简单的药 或者需要到神殿才能购买 那是爱神的赏赐 也因为这样神殿拥有着同样高的地位 我询问着药品的价格 当我听到药一万黄金的时候 简直惊呆了 那我手中的草药岂不都是黄金 而重病之人即使找到神殿 也需要等待一年之久 想着平民的惨状 我知道这是我身为药师的责任 曾经受人欺辱 现如今却又再度发生 就在刚刚我还在思索 为什么不把医疗分享给穷人 一旁的老伯似乎也看出了我的心思 他感叹着我的仁慈 并给我了一个苹果 我一边品尝着苹果 一边思索着身为皇女的我 又要如何普及医疗呢 就在这时一个人影出现在了我的身后 我也是注意到了她 我还没来得及观察她 便被她说我是个只会吃手的白痴 并且说着我很嚣张 见我没说话 她竟然直接发脾气了 然后她又嚣张地说着 她便是得到认可的减黄 面对如此嚣张的脑残男孩 我只是感觉她丝毫不如我手中的苹果 可她为什么能来到 亲王的白夜宫之中呢 不过这种傻子 我还是躲原点比较好 但是随后便听到她炫耀 说我这个笨蛋见到她就跑 我觉得我要教训她一下 就以亲王的名义吧 在她还坎坎而谈之时 我的突然出现让她瞬间慌了起来 而随着我的生气 我的眼眸也悄然变成了粉色 这是圣龙眸子才拥有的颜色 她还在大声喊着给自己状态 但随着我一脚落下 加上我的圣龙之眼 她迟疑了 我想着曾经的亚历山德拉 是亲王将我就下给了我温暖 现如今在面对如此情景 我正要爆发之时 她似乎十分恐惧 瞬间便画成了一道剪笔画 消失在了我的视线中 此时的我也是心情大好 我蹦跳着准备告诉父亲发生的一切 而我不知道的是 刚刚发生的一切 都被两个人尽收眼底 可我却并没有发现他们 这个世界非常奇怪 只是因为我会医术 就连皇家子四都想要将我绑走 就在刚刚我被人欺负后离开 却不知暗中竟有两人看着这一切 其中一人说着他并不想插手 另一人则是表示着他想尝试将我绑走 以此来治好他爷爷的病 红毛怀疑着我的能力 而小黄则是表示我才四岁 即使不可以也没有什么影响 接着红毛似乎也对小黄马首是瞻 两人坏笑着看向刚刚被我吓走的皇子 那个傻小子一边跑一边对我进行咒骂 你要去哪 随着一道声音传出 吓得这傻小子探抖了起来 他也是注意到 阻拦他的人脚下出现了阵法 确认过眼神 是惹不起的人 如果我在场便会发现 这人与亲王有着九分相似 就在傻小子想跑的瞬间 黄毛便出现在他身后 此时的他开始询问我的身份 而两人也没有告诉他的打算 他似乎已经预料到自己的结局 直接便是跪倒在地祈求原谅 面对他的求饶 两人不屑一笑 随即大方地表示和我道歉就好 可他的手却开始活动了起来 随后便是一道惨叫声 想撤白夜宫 此时的我 正在父亲身边诉说着刚才的情形 而他也是在帮我扎头发 似乎手法十分熟练 大概是因为每天都会给我扎头发的原因 他和我说着他平时就玩这些文件 如此之多的文件 让工作人员类的魂不守舍 当我说要留在这里的时候 两人竟是十分激动地开始照顾我 大概和我相处更加轻松吧 在我准备画画的时候 那只会说话的白猫再度出现 不过到现在我都不知道 那是不是亲王的猫 而我手中也没闲着 片刻见一幅剧作就形成了 而亲王也是接过了话 只见他脸色一变 严肃地问我 难道你见过这只猫吗 这个世界每个人养的宠物 只有自己能看见 而我却是能看见其他人的 就在刚刚我照着一只 能说话的猫画了一张画 而父亲看过后 他非常震惊地看着我 我从未见过他如此严肃 由于过后还是给了他肯定的答案 而他也是陷入了沉思 接着又是一个响指打出 在我震惊的目光中 那白猫穿过阵法跳了出来 随后还和我打着招呼 接着父亲和我介绍着 这是他的十一手 而一般是不会被别人看到的 而我现在才明白 这只猫真的是亲王的猫 不过我瞬间怀疑 难道是我和亲王关系好 所以我能看见 随后亲王便说着 看到的条件至少需要半龙的力量 同时只有皇族中的强者 才能拥有十一手 可我不光没有半龙之力 我甚至还不如占五渣 父亲戳了戳我的脑门 接着宠溺地揉着我的头 说着我可是得到圣龙庇护的皇女 一切都是正常的 随后又凡尔赛道 就连他的两个傻儿子都拥有十一兽 我不由地怀疑是我的十一兽在我出生后 嫌弃我太弱离开了 这时我又想起那只坑货兔子 大概也是谁的十一兽吧 我突然便想到了 急忙询问亲王 皇帝的十一兽什么样子 可惜的是他并不知道 我也只能祈祷不是皇帝的十一兽 要不得罪那只兔子的我可就惨了 此时一声惨叫打断了我的思绪 只见一名女仆跪坐在地上 只是她不小心将虎打碎了 尽管她十分慌张 我感觉不过是虚惊一场 在她处理时我发现了她手上的伤口 随即便开始询问 而她也是解释到是昨天擦拭蜡烛太导致的 突然我想到了曾经擦手的药膏 就在我准备跑去拿的时候 一只大手拽住了我 这世界非常奇怪 连我的善良也会被指责 就在刚刚我发现侍女的手受伤了 我本打算去拿我的护手霜给她 却被一只大手拦住了 亲王和我说着皇族的东西是不能给人用的 而这种得到神殿祝福的就更不可以了 此时那侍女也是出言劝阻我 我也是被亲王直接拎了起来 那侍女也是在身上找着什么 只见她拿出了一盒护手霜 我便是发现和我之前用的丝毫不一样 甚至还散发着一股恶臭 而她也是说着这是十年前购买的 这是用一种名叫素花的植物提炼来 闻此 我不由得惊讶地捂住了嘴 不仅是因为他们并不会考虑要的保质期 更是因为这种花本事便是毒药 可以说副作用极大 我紧皱眉头 随后便告诉你用夏娃 让她不要用这个 而她却认为要放得越久越好 我整个人都感到抓狂 这是一只大手搭在了我的肩上 她说着可以让侍女去休养 而夏娃竟然表示着不想离开我 父亲只是冰冷地说着 让你留在这继续打碎杯子吗 夏娃也只能灰溜溜地离开了 我一个人郁闷地走在皇宫之中 系统出现了新的任务 我需要制作药膏 拯救包括夏娃在内的九万两千八百二十四人 而期限仅为三个月 并且我必须找到这些病人才能救治 作为奖励我将得到一亿元 而一旦没有完成则面临死亡的危险 这担忧导致我一夜未眠 就连我起床之时 还在盘算着如何才能更加高效 突然苏菲进来找我 因为今天便是亲王收养我的派对 在一阵阵小号声中派对开始了 而我也是和苏菲来到了这里 我们才刚刚来到亲王身边 这时便有一阵脚步声传出 我们的面前赫然出现了非主流二人组 两人和亲王打着招呼 他们便是我的两个哥哥 红毛老哥一脸冷淡 黄毛老哥则是一脸热情 而我也是尽可能让自己可爱一点 以此来博得两人的喜欢 黄毛直接快步走了过来 可就在靠近我的瞬间 他的脸色大变 是因为我做了乌美子将 我的哥哥便对我阴阳怪气 前一秒热情地和我打着招呼 可他刚靠近我 便是邪魅一笑 说着这些都是你的算计吗 我内心大惊 他竟然直接看穿了我的心思 突然他又和蔼了许多 上前抚摸着我的头 微笑着告诉我 刚才和我开个玩笑 这个老六的变脸速度 好像之前的亲王 前一秒立声呵斥士兵 下一秒便柔声和我说话 此时的亲王也是吩咐着 两人要和我好好相处 黄毛老六表示着一定会的 不过相比他 我更喜欢神似亲王的呆呆老哥 突然有人戳了戳我 六哥说要带我去他们的秘密基地 我见呆呆哥没有反驳便也同意了 随后我便见到了 是一个树屋 此时红发呆呆哥也是伸手拉我 老六哥回头一笑 一道金色法阵直接凭空出现 这一幕也是看呆了我 他便带我们二人来到树屋之中 我感觉他的传送技术不是一般的烂 而我看他俩似乎已经习惯了 此时六哥先是和我道歉 随后便说着需要摆脱我一件事 他先是说着我有过给父亲做药的经历 老实的呆呆哥也是说着希望我可以答应 他们想让我治疗爷爷 而我怀疑他们的爷爷便是皇帝 随即又说着希望做一个交易 突然他邪魅一笑 列举着我的敌人 说此时的我只是一个人 只要我同意 他们便会保护我 我低头沉思着 只要我能够医治好爷爷 我的地位也会水涨船高的 这时一只手放在了我头上 他安慰着我即使医治不好也没有关系 随后又说着像黄毛哥他能打十个 他告诉我就算不答应他们 也不会看着我受欺负 他如此真诚 我又怎么忍心拒绝他们呢 我也是了解到爷爷不仅头晕 身上还会出现红斑 同时还没有食欲 我沉思片刻 想到了曾经电视上看到的花粉过敏的症状 不过我又要怎么去医治呢 而他们打算贿赂皇帝秘书 然后在一个月后的庆典上来找机会医治 此时我也是想到 那便是我完成系统任务救治那两万多人的机会 也就是说我需要在一个月内制作好药膏 不过他们会让我免费医治穷人吗 年仅四岁便肩负着救治皇帝的任务 同时系统还要我救治特定的两万三千九百八十三人 可我不仅需要做出药剂 还需要在茫茫人海中寻找那生病之人 否则我便有性命之忧 此时我也是通过哥哥确定一个月后的庆典便是我的机会 突然哥哥他叫了我一声 他也是看出了我的异样 我只得和他打着哈哈 不过我一想到四岁的我要当众给皇帝治病 我不由得感到抓狂 突然他话锋一转 询问我真的毫无所求吗 接着和我说着他本以为我会拒绝的 最后又是告诉我有什么想要的可以说出来 他也是一脸和蔼的听着 而我最想要的只有一个 离开之后我开始准备要紧 老婆婆也是说着 之前我做的酸梅汤剩下的都被厨房的佣人喝了 不过他们每天要品尝味道难免会肠胃不好 但能够帮到他们我也是很开心 随后我便带着油桶准备去后院制作 因为其中必不可少的便是花园中的小黄花 我也是在此时才第一次了解到 店脸这个传统艺术在亲王家已经无人不讳了 此时老婆竟然直接帮我采摘了很多 很快更多庸人也开始加入了采摘大队 可这时前一秒笑嘻嘻的老婆竟然直接嘴里喷 怒斥他们不去好好工作 其他庸人则是表示不满 因为他们对我真的很有好感 这样很快便完成了采摘 我也是了解到他们不仅是为了我 也是因为亲王对他们足够尊重 那我更应该不负众望 努力制作才是 经过我的一系列操作 大体已经完成 只需要静止一个月即可 此时我告诉女佣沙米这其实是为她所做 她先是一愣 随后又是一声响彻树林的大叫 然后便感动地哭了出来 并且直接说着要为我赴汤蹈火 接着便扑上来抱住了我 这一抱可真用力 紧得简直让我窒息 另一边亲王等人还在为我准备着领养派对 这个世界人人都会变脸 我的哥哥前一秒还在凶我 而我只是略微撒娇 他便是瞬间变脸 就在刚刚我还在制作着药剂 此时的女佣沙米询问我 为什么不用上次的魔法直接将药品做好 面对她如此询问 我只得甘大地告诉她我也不知道 我如此回答她竟然欣然接受我 此时奶奶也是说着 我做药的场景让她想起来了她小时候 在那时神殿禁止平民制作药物 而像我一样制作药物则会被称为魔女 她也是拿起花圈给我待在头上 并且安慰着我现在由于人们不会医术 因此我也不会被称为魔女 此时的亲王也是手持一个爱心礼盒 苏菲自然是再次等候多时 此时我的两个哥哥也是纷纷来到了这里 而黄毛老六哥对我的态度也是大变 他想指一谈便从政法中掉落许多礼物 面对众人堆积如山的礼物 其中步伐是为了讨好亲王而送的礼物 此时亲王一挥手 一道政法出现 一束烟花直接绽放工作空中 奶奶也是告诉我 这是一切都准备好的信号 我来到这里才发现派对十分精致 同时还有超大的九层蛋糕 非主流二人组看见我也是十分开心 他们夸赞着我头上的花环 黄毛大哥竟然攥着我的手 柔声询问有没有给他准备 不过在此之前 我当然要先给父亲了 父亲戴上后红毛小哥更加抓狂 在面对我给两位哥哥花圈之时 黄毛哥哥伊德一脸宠溺地让我给他戴 见此红毛老哥直接实话了 随后又喊着他才不会戴这种东西 我撒娇说只要戴就是好哥哥 他便是一脸紧张 又有些许害羞地说着不想戴如此娇弱的东西 我一脸尴尬 不过面对伊德的嘲笑 他则是直接抢走了花圈 我便直接告诉他抢走就一定要戴哦 尽管他嘴上说着不 还是乖乖地戴了上去 伊德说着还是他更帅 随后两人便一起在我面前开始争重 此时父亲突然抱起我 告诉我领养手续已经完全准备好了 这是显赫的亲王带我去看的宝贝 竟然是一棵大树 就在刚刚我的领养派对上 我感受到了家的温馨 但是我总感觉还差了点什么 于是我问哥哥母亲去哪了 我发现此时他们两人的脸色已经变了 就在我怀疑已经遭遇不测的时候 他们一脸调皮地告诉我父母只是离婚而已 伊德说着母亲不适合皇宫之中的生活 并将取下的樱桃递给了我 我也是得知母亲是燕沙学院的院长 而我的两个哥哥便在这所学校上学 足以见得这位母亲十分聪慧 我也是非常想要见识一项母亲 此时伊德也是表示如果母亲知道我被收养 说不定会和父亲复合 突然父亲询问红发吉尔为什么没带成绩单回来 吓得我哥哥直接打颤 伊德则是在一旁偷笑 随后亲王说着明天要把成绩单放在他的桌子上 此时父亲让我在礼物中选择一个打开 而我才刚刚选择一个礼物 消息提示便直接出现 同时信息还提示我用完后可以再度购买 自然是暗示我继续打开后面的提示 结果自然是没出我所料 我可以获得随意选择重生时间点的道具 这样我几乎就是无敌的了 不过这个商业街不光入场费极高 其中宝箱更是贵得离谱 于是我便决定等一个月后获得任务奖励便去商业街 父亲见我一人发呆 便是抱起我说要带我去看个宝贝 可他却带我来到大树面前 他说着这两棵树分别叫伊德和吉尔 家族内每一个人都会种一棵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树目 带我来此便是要给我种一棵树 而明明可以用魔法直接完成 亲王却选择亲力亲为 却不由得让我十分感动 此时哥哥和索菲亚等人也是来此呼唤着我 如此温馨的场景让我再也舍不得离开他们 另一边的皇宫之中 一只盘子被摔在地上 一个女仆颤抖地跪在旁边 而如此凶残的主子自然是亚历山德拉 他又要做何反应呢 我只是因为和一个傻子打骂 竟然被一个冷酷亲王关了禁闭 这个亲王征战四方 在我看来说他狠拉恶毒也不为过 而我本是万人之上的皇女亚历山德拉 下一任皇帝的有力争夺者 我又怎么可能放过他们 可就在我被关禁闭之时 竟然听说这狠人收养那傻瓜作为女儿 气愤之下我便直接将仆人的头打破 我不知道的是 第二天女佣们竟然敢在楼道公然议论着我 而被我打破头的女佣杰西卡此时紧张地看着我 我享受着她的畏惧 询问这傻瓜切丽石皇女在派对中收到多少礼物 可这女佣竟然敢幻想和切丽石一起走 见她不说话我直接便是辱骂她 不过是乡下男爵家的女儿罢了 能来此事后我已是她莫大的荣幸 此时却好像受了委屈一般 就在我要发作之际 一道声音传出 大概已经有了三千多个了吧 她长得人畜无害 而声音却异常阴恶 她与女佣对视的瞬间 杰西卡便是扭过了头 似乎仅仅是一面便让她畏惧着少年 而在她过来时候就连我也没有听到脚步手 她的影子似乎也跟着蜡烛随之摇摆 接着她又和善地说着 我最想要的宝石也被送到了那切丽石之手 她一边靠近我一边说着 传闻切丽石父亲是龙祖 我内心自然不甘 她曾经只是一个认我欺负的傻瓜吧 突然她手搭在我的肩上 在我耳边轻声说着 切丽石非法炼制药物 随后又告诉我教皇刚刚去世 而新任教皇即将来这皇宫之中 我瞬间便明白这是我的机会 我只需要当众告发她便能让她不得翻身 同时那狠辣亲王也必定会受到牵连 竟然收养这样的傻瓜 算他们倒霉 于是我吩咐着去联系杰比利亚 从而实施我的计划 那么皇女妾立神在劫难逃了 这个世界每个人的宠物只有自己能看见 而我却是能看见其他人的 我的父亲告诉我这是拥有半龙之力才能拥有的能力 而我曾被检测毫无魔力 不过我的父亲却是没有丝毫惊讶 说着我是圣龙转世 她能如此淡定只是因为她的两个儿子年仅12便能召唤十一兽 她也是答应我会让我的两个哥哥召唤十一兽给我看 此时的我正说着哥哥杰尔卑鄙 只是因为她拒绝召唤十一兽 面对我拽着她腿苦苦哀求 她竟然告诉我她要去训练了 而我如此执着便是担心坑货兔子是她的十一兽 不过那兔子是皇帝的十一兽可能性更大 见她已经开始了对练 并且沉浸其中 我也只得作罢 我的药品此事大概已经完成 于是我便让人带我去厨房 沙米见我来此十分高兴 此时药膏已经开始了熬煮 我探头上去查看 只是深深一息 便是感受到了淡淡的花香 此时再加上一些晶体 药膏就这样完成了 突然我的面前出现了系统弹窗 不出意料又是一个推销广告 她又想明目张胆地骗我我的钱 竟然拿我和那些要饭的香味 不过看着时间流逝 我还是点了确认 瞬间那系统界面便化作一束光消失了 随后又直接涌入我的眼睛 我再三确认后 似乎并没有任何效果 难道我被骗了 这世界十分奇怪 平民无法获得药物 可我为了完成系统任务 必须自己制作药物 而随着药物熬煮完成 也只差最后一步 用魔力将其凝固 我本以为会找来魔法师帮助我完成 没想到父亲竟然亲自来帮我 而他一来便是将我抱在怀中 我本以为他是空闲了 所以才亲自前来 随后我便发现门外 有着一堆人来找亲王处理工 而这些人都十分疲惫 亲王说为了我可以经常看到爸爸 不过我觉得父亲工作时最帅 见我如此说 他便决定继续去工作 他们见我一句话便能让亲王继续工作 使得门外的员工纷纷赞叹 不过随着亲王一瞥 瞬间便安静下来了 但亲王还是先把他们打发走了 他决定先陪我一会再去工作 看着我做好的药膏 他竟然询问到有没有给他准备的 不过他这么强又怎么需要呢 为了避免尴尬我 还是说到把他的放在更好的盒子里 他竟然十分期待 随着他手中魔法释放而出 药膏纷纷凝固 我也是取出其中一盒送给了沙梅 系统面板出现告诉我完成任务 同时奖励了我一亿金币 瞬间便有了富婆的感觉 我便决定打那五千万的随机宝箱 随着我声音喊出 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生 原来只有在龙族商业街才能打开 此时父亲也是和我告别 说着我有任何需求都可以找他 任何需求 我急忙跑了上去 抓住了他 一脸真诚地告诉他 我也想要学习使用魔法 随后他便开始和我解释 我的龙族心脏可以让我使用魔法 不过只能是学习魔法针 接着他又揉着我的头 告诉我可以去找我的哥哥学习 而我来找哥哥后 他却是带我来到了一座宫殿之外 我父亲是个宠女狂魔 我的两个哥哥还是妹口 就在刚刚我许久不见的哥哥 带我来到了宫殿之中 我为侍从他们照顾哥哥表示着感谢 并将做好的药膏分给他们 精致包装过后的药膏 使得他们兴奋地在一旁讨论着 我决定要融化他们的心 随后便说着请大家多多关照 其中一人更是哭着感叹 我比伊德好不知道多少人 接着便表示希望我可以常来 一道声音传出 几人瞬间脸色大变 自然是我的哥哥伊德 几人也是纷纷向他道歉 我则是直接扑进了哥哥的怀中 他瞬间便温和了许多 我也是一脸期待地让他教我魔法 随着哥哥邀请我进去 几人也是惊呆了 来到他的办公室内 红发老哥便离开准备睡觉 我也是拿出了父亲 让我带给他的项链 可他一阵打担过后 却是给我戴在了身上 说着我比他更需要这个东西 而伊德其实一眼便看出 这是父亲给我准备的 我不知道的是 这其实是世间唯一的魔鬼 并且父亲也可以通过他 来确保我的安全 此时他还炫耀着 我是他可爱的女儿 这也使得开会的人都十分尴尬 侍从则是询问 如此担心我为什么不一起去 没想到亲王 却是因为我说他工作时最顺 这也导致其他工作人员苦不堪言 几人也是偷偷议论着 我的父亲似乎是个媚孔 就在这时亲王一脸严肃 因为他发现有人装作晕倒 企图吸引我的注意 而这人他们并不认识 但是看着他的子童有些慌张 因为这是一个本应灭绝的种族 此时的我还不知道危险就在眼前 这世界只需要打个响指便能放养花 因此我便找到哥哥希望学习魔鬼 但是由于我的体质问题 所以我只能学习魔法钢 随后他便拿起一张阵法 只见那张纸闪烁着金光消失在空中 随后一道金光便四散开来 接着他又故作高深的让我明镜 魔法是一门学问 不过我确实觉得他很帅 我便直接扑到了他的身上 他却杀风景的说道 你不管是谁想抱就抱的 要不是打不过他 我真想给他脑袋了一下 我只得气愤的摆手说我他没有 忽然注意到我的哈哈哥 似乎一看书便睡着了 我也是不好意思叫醒他 随后我便和易德道别后 准备出去玩一会 随着我的关门声响起 他也是拿起了书 一边伸懒腰一边指责易德 说既再想抱谁就抱谁 易德则是解释说他怕我太单纯会被利益 不过我为什么会被叫鸡仔 接着他又递给憨憨哥一封信 上面写着教皇 憨憨哥自然觉得没有什么 但是易德则是分析着其中的总统命 他说着如果我成为新任教皇的妻 那么他争夺皇位概率将大大几 不过他并不打算委屈 但是教皇势必会娶个皇位 两人也是决定势必要守护鸡 突然憨憨杰尔问道 新任教皇长什么样子 但易德也只是知道是黑发红头 这时杰尔突然说道 那切离石面前这个人就不是教皇吗 而他之所以知道我这边发生了一切 是因为他拥有一双能看穿任何物体 因此他直接便是要跳窗来到身边守住 独皇女的手下竟是曾经的魔王之子 而我作为那皇女的仇人却是浑然不准 甚至对魔子芳心暗许 此时的我走在丛林之中 忽然听到了似乎有些痛哭 我走进查看 却是发现一个银发男还靠在树边坐着 而他的脸上满是嘘汗 他的帅气着实让我有些许着迷 不过瞬间我便意识到他需要调整呼吸 急忙上前查看他的状况 拿出之前装药膏的准备 利用弹存的清香来缓解他的身体 我急忙关心他的身体是否好转 他也是脸色好转对我表示的感觉 突然他握住我的心手 含情默默地询问我是否受欢迎 随后又是做着自我介绍 说着他叫做帕维尔 我只觉得这名字和他的气质好配 而他的帅气中又带着一丝可爱 见他一直盯着我 我有些尴尬地询问怎么 他却是说着我头上有一个小声 顿时吓得我脸都走 叫声直接席卷花园 随着我的慌乱他也是帮我处理的重点 我撒娇地向他表示着感情 却突然感觉我起飞了 我的憨憨哥哥直接便是把我拎了底 还质问帕维尔是不是故意晕倒来吸引我 我真怕他再次晕倒 急忙关心他现在状况如何 随着帕维尔的开心 我的哥哥自然是勃然大怒 直接便是夹着我离开了 帕维尔表示着下次再见 杰尔却是突然回头 偷偷地警告着他 看着我们离去 他则是笑了起来 似乎还有些别样的开心 突然他脸色一变 他甚至想现在就把我掳走 不过碍于亚历山德拉还不能 他本是魔族之人 因为某种原因释放亚历山德拉 他随手折出一个飞机用来跟着我 从而可以随时了解我的动向 是因为被瑶族少女调戏 我的桃花便接踵而至 先是碰到了一个银发奶狗 接着又碰到了黑发南海 在这之前我来到了龙族商业街 就在我感到兴起之际 忽然听到了 一百元即可得大奖的召唤 其实则是扭蛋机 其中最值钱的便是龙族权杖 尽管知道是坑 我还是想试一次 毕竟我可是幸运 我便自信地扭动了 事实证明我确实过于自信了 含泪被坑后 我还是决定激活宝箱为妙 随着系统的提示 我选择了确认购买 而我来此的另一个目的便是重生飞镖 我敲开一家店门 里面是一个长脚的红发少女 她对我是一个人类表示着惊讶 我知道龙族毕竟注重礼节 随后便乖巧地打了招呼 借口说着是为了给爷爷买礼物 而他对我的好感也随之提升 我在其中随意地逛着 竟然发现着龙族竟然可以公然售卖药物 其中更是拥有针对爷爷疾病的特效药 就在我准备询问的时候 他却是直接说着他为了找这些药物花费了很多 我便意识到不能过早暴露我的需求 于是我便决定先找找重生飞镖 可我看不到柜子上方的物品 这时他出言提醒我可以利用魔法飞起来 而他称护皇族为进化人族 他凑近我仔细观察后 便发现了我的龙族心脏 似乎也看出了我身体的问题 随即朝虚空一点 我竟然脚下出现阵法凭空而起 我也是看到了上面物品的价格 我瞬间便是惊呆了 不过系统面板也随之浮现 他介绍着这件物品是次元召唤卷 那我直接把药电召唤过来起步直接起飞 随后我又看到了一个飞镖 而这便是重生飞镖 我略有尴尬的企图和他谈价 希望他便宜一点 他询问这一点点是多少 我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到便宜四千块钱吧 他似乎也是没想到 随后我便希望可以赠送一些物品 并说着我会照顾他的生意 我的卖萌对他似乎很是受用 直接便是将我看上的药物赠送给我 我只得尽可能让自己笑得不能那么猖狂 他却是以为我不舒服 就在上来查看之时 大门传出了巨响 就连墙壁都出现了裂痕 他气愤地打开门 风沙之中似乎有人影闪动 随后出现了一个黑发红毛的男人 在他的口中竟是叫出了我穿越前的名字 随即便直挺挺地摔了下去 而我整个人都处于震惊当中 我购物之时碰到了一个冰死男孩 而他竟是直接叫出了我穿越前的名字 就在我震惊之时 他却是晕倒了 我急忙过去将他搂起 他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他却是叫着我切力使 难道是我刚刚听错了 他的手也是抚摸到我领杂之上 只是瞬间便又摔在了地上 一旁的龙女此时嫌弃着这人身上的恶仇 他说着这不只是血腥味 而是纪物的味道 我顿时一惊 闻此 旁边的人也开始议论纷纷 而我们瞬间便被独立了出来 此时系统面板再度派发任务 又是少得可怜的奖励 不过就算没有任务我也会救治他 望着躺在地上虚弱的少女 我先是拿出了刚刚购买的止血剂 接着又是准备给他缠上绷带 此时龙女过来准备帮助 直接便把围观之人纷纷哄 他说着缠上后也能消除一些气味 突然这少年低吼了一声 我也只得安慰他先远离人 看着躺在地上虚弱的他 我有些入神 随后便是被他深深吸引 就连一旁的龙女也是和我一起赞叹着他的帅气 我们瞬间意识到关注错了问题 因为此时他身上的伤口竟是越来越 此时龙女似乎看出了端倪 解释着说 他将未来世界的他与其本身相联系 因此需要获得神灵祝福或是龙族庇佑才能 而他来此似乎是为了龙族庇佑 突然他呆呆地看着我 说着也可能是为了来见我 但我给他处理好后 他突然抓住我 然后艰难地起身 说着终于找到了我 就在我疑惑之际 他却是脸色惨白 身体摇摇欲坠 直接便是扎进了我的怀里 于是我便把他带回家藏进了我的遗坡 或许原本我们就认识 只得等他醒来再询问他 每次进宫便被两人伸手邀请 我自然是全都要 而这皇宫之中的装饰果然气派 相比我的没见过世面 两位哥哥则是一脸淡然 其中更是拥有纯金打造的花瓶 接着他们便准备带我去宴会场地 两人也是纷纷伸出了手 见我愣住了 易德柔情地说着 不想牵着他们的手进去吗 可我才刚刚牵上 杰尔便是吓唬我说 小心爷爷把我吃掉 易德虽然否认 却也说着曾经有人被吓晕过去 不过还好我今天带了杀金 但我可不是因为紧张才带的 毕竟我今天要见的人可是来要获得 一个赶屠龙的男人 现在世人只知道他的威严 但我想他应该很孤单吧 伴随着暴墓声 我们三人走进了宴会 里面人山人海 我也是感叹着皇家宴会的气派 却是发现一个人在瞪着我 仔细一看发现是个小胖 他嚣张地走上前说了一句 喂 不过我的两个哥哥却是带我 直接无视掉了他 他不甘心地叫着杰尔的名字 换来的只是哥哥无情的装傻 穿越前我玩这个游戏时 杰尔是我玩过最多的角色 不过穿越后我才发现 他竟然如此调皮 他嚣张地出演讽刺父亲收养了我 杰尔两人表情却是各不相同 随着他的变本加厉 杰尔便是和他来了一个亲密接触 小胖直接便是飞身擦地 杰尔便是警告着他注意言辞 他却是死性不改 我只是感觉他没有素质 可竟一不留神说了出来 他随后便要教训我 就在我慌乱之际 竟然是伊德挡在了我的身前 我本以为他会毫不在意的 他出演警告着小胖 对于言语攻击伊德在擅长不过 只是三两句话 便让小胖已经哑口无言了 接着便带我潇洒离去 坐在他们两人中间 看着默不作声的伊德 我只是感觉他刚刚帅紧了 此时一阵号角声响起 杰尔也是提醒我要站起来 就连刚刚的小胖 也是和我们一起站了起来 因为皇帝登场了 要献宝不被皇帝喜欢 便会被拖下去 而我也是来到了这场宴会 伴随着众人的期待 神皇登场了 他没有丝毫感情地吩咐众人落座 而我也是趁着个间隙 才敢偷偷打了他 一个不怒自威的男人 更像是一个中年美男子 系统面板随之浮现 里面给出了相关信息 不过竟然对花生过敏 最无语的是 明明过敏还吃了三年 接着系统便是给出了任务 此时皇帝宣布献宝开始 在我的注视下走上了一个老头 他拿出了一颗万年人参 我和伊德自然一眼 便看出了是假货 只有呆呆杰尔还在赞叹 皇帝定睛一看 便是挥手示意 那献宝之人便是被拖了下去 就这样飞速地处理了一个又一个 同时不断有人被拖走 而留下之人纷纷获得了奖赏 竟然是空白支票 我不由地感叹着爷爷的大网 此时我注意到有人咳嗽了一下 原来是那小胖子 他十分做做地喊着爷爷 随后又是一顿卖萌 最终送出了一个礼盒 看得我们兄妹三人是一顿作偶 而爷爷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下一个 此时伊德轻声和我说到我们送礼物了 那就是他的妹妹切力时 我直接原地猛逼 他俩并不管我的尴尬 而是自信地说着 认为我可以解决爷爷身体的问题 爷爷只是淡淡地一句来前面 我尽管有着些许无奈 还是来到了前面 不过事已至此 我只能给那小胖子现场教学一下 什么才是卖萌鼻祖 直接一个撒娇三连送给爷爷爷 就在我开始说可以为他医治时 系统面板突然弹出 竟然用巨款诱惑我叫皇帝的男子 可恶啊 而那皇帝此时似乎看到了什么 我不由得有些紧张 因为我总感觉他看到了那坛窗 可这时我又是听到了众人的议论 他们说着我的无知 并说我不过是个白痴 杰尔虽然生气 也是被伊德拦了下来 皇帝一挥手便打断了众人的议论 他询问我是否可以为自己说的话附着 我自然是满口答应 此时他也是来到了我的面前 四岁的我竟然被哥哥当成礼物 送给了皇帝 并且要为皇帝治疗无人可疑的疾病 哥哥询问我是否知道问题所在 我竟然说皇帝每天在服毒 闻此 杰尔大胆震惊 见他如此不相信我 我也是十分无语 随后他便是掐着我的脸 诉说着爷爷的言力 而伊德却是对我很有信心 只是因为他觉得是荣族告诉我的 尽管如此我也是十分开心 因为这次我有三个任务 先是分发药膏可以获得一益奖励 再是治疗皇帝可以获得一千元 最后便是让皇帝和其他饮品也能获得一元 相比于我的开心杰尔则是荒的一品 此时我忽然听到皇帝病又发作了 而屋内也是传来了对我不信任的声音 其中更是有人为此争论不休 甚至用他的前途发誓 我不免有些气愤 不顾哥哥的阻拦静止走了过去 直接打开门想和他当面对峙 本事自信满满 随后便是愣在了原地 只是没想到皇帝竟然也在我面前 他说着我没必要亲自迎接他 此时我们另外三个人纷纷大主 不过身为卖蒙小天王的我 自然是撒娇说想要快点见到爷爷 随后他嚣张地坐下 并示意开示我的表演 我先是让哥哥拿来了皇帝的食谱 旁边的医生讽刺我说 食物有什么可记录的 我不满地看了他一眼 打开食谱后 我瞬间便被惊呆了 从早餐到下午茶 再到夜宵无一部和花生相关 我推断他是从三年前开始吃花生的 并且每到秋天病情就会加重 而看到他脖子上的疹子 似乎也印证了我的猜想 之前那嚣张白发男也是十分疑惑 我是如何得知 自然是因为秋天是花生丰收的季节 两人对此一脸疑惑 我解释说花生对爷爷来说就如毒药一般 而爷爷此时也是意识到可能有人要害他 随即又是询问我如何得知这些知识 我尴尬地说着梦中神龙告诉我的 接着又解释那掌两个鸡脚不就是龙吗 面对我灰身灰色的表演 爷爷似乎相信了我 然后我便是拿出了事前准备好的药剂 他看着手中的药品 忽然冷着脸询问我如何得到的 场中气氛瞬间低沉了下来 果然这钱不是这么好赚的 看来我得给他个满意的答复才行 面对万人敬仰的皇帝我爱答不理 却对一个羞辱我的男人万分惨媚 只是因为我是唯一一个能给皇帝治病的人 而这皇帝还对我百般刁难 询问我是如何获得这药物的 我告诉他只要我想便能在梦中与神龙相遇 我向神龙哭诉着爷爷身体不适 而他也只是安慰着我 可我醒后却是在床边发现了神龙留下的药物 终于给他介绍完了这药物的来临 他们则是一脸无语 不过我确实是从龙族那里得到的 随后其中一人说到可以先找个人来试药 可那皇帝却是端起杯子 接着一饮而尽 然后我又是嘱咐他不要再喝花生酒了 而我也是准备了一些药酒给他 他抚摸着我的头 说着就像你利用毒果做的饮品吗 皇帝连这种小事都知道不由的使我大胆震惊 依德此时询问起了皇帝病情是否有所好转 就在得到肯定的同时 我的系统面板也是再度出现 我也是得到了一千元作为奖励 之前几度讽刺我的男人也是突然叫我 他为先前无礼的怀疑表示着歉意 我急忙示意他已经过去了不必放在心上 毕竟面对如此温文儒雅的男子 我又怎么舍得怪罪呢 随着他的自我介绍 我也是知道他不仅拥有行医资格证 还可以去神殿之中学习 我急忙拉住他的手 毕竟我可还要治疗那两万八千七百二十一人 没准还需要他的帮忙呢 而他也是说着要向我学习一些医药知识 随即我便向他展示了我做的药膏 看着这破旧的木盒 他面露困惑 接着我一顿翻着 终于是找到了精致包装板的药膏 此时义德也是诉说着我制作的辛苦 并希望可以用来医治百姓 最后又是夸赞说着我未来前途无量 皇帝此时也是饶有兴趣地看着我 肯定了我的天赋后 便询问我希望如何使用那药膏 我自然是为了服务百姓了 我知道似乎我完成任务的机会来了 随后我便提议不如给百姓分下去 借口说着我的哥哥也很支持我 面对杰尔的反应我只是瞪了他一眼 他便是消停了 皇帝也是吩咐那医师来配合我行动 有了他的帮助我更加有信心了 我也是对皇帝的好感大增 不过还没有看看他们的使一兽 我怎么甘心离去呢 是一个时空混乱的世界 我便是穿越而来 却碰到了一个能叫出我前世名字的陌生人 他似乎来自未来 却又回到了这个充满痛苦回忆的地方 在这个信奉爱与信任之神的国度中 作为天选之子却被神殿囚禁在地下室 神殿逼他喝下独角兽的血命气成为傀儡教皇 他受尽苦楚只能吃着胃同嚼辣的食物 但为了改变未来守护切力时 他也甘之如意 此时门外传来了侍卫吵架的声音 他们的谈话中竟是对他的亲密 其中一人打开了门 却被他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昨天还懦弱不堪的男孩 今天竟然气定神贤地站在了这里 全然变了一个人 他开始吩咐这个从前欺负他的侍卫 侍卫对这突如其来的转变感到难以置信 他却只是淡然转身 只要能改变切力时的未来 任何代价他都愿意付 赴汤蹈火在所不惜 与此同时另一边 侍女们正在和我谈论着今天发生的事 我则毫不掩饰地向他们吹嘘着自己 侍女们听后更是成为了我的迷妹 我拿起镜子发现他们将我打扮得格外可爱 沙米还为我剪了刘海 就在这时我听到了脚步声 竟然是父亲来了 我一看到他就冲过去撒娇要抱抱 父亲也是疼爱地把我举高高 我跟他讲了给皇帝爷爷治病的事 帅气父亲则把我抱到了床上让我休息 躺下之前我对父亲说觉得皇帝爷爷很孤独 他听后为之一愣 我解释到因为皇帝真爱的一切都在慢慢消失 父亲温柔地看着我说我是第二个这样说的人 第一个是我的母亲 听到是母亲 我要求父亲给我讲讲母亲的故事却被他婉拒了 但父亲还是拗不过我 并和我说母亲也和我一样执着 父亲眼神里充满了后悔 回忆到母亲很喜欢骑马 我和他说我也想学 父亲则是整理了我的床让我早点休息 随后补充到可以先让哥哥教我 我一想到哥哥的屎一兽是狮子就被吓得不轻 这时父亲突然喊我的名字 他温柔地吻着我的额头承诺说他会支持我做任何事 这个世界每个人都有一个只有自己能看见的半生虫 而我虽然没有却是可以看见其他人的 父亲的是一只会说话的白猫 而哥哥的却是狮子 本想让哥哥教我骑马 我却是瑟瑟发抖 因为我骑在他的屎一兽上 二哥一脸欢笑地问我怎么了 我扑到侍女怀里告状并责怪着哥哥的鲁莽 二哥气愤地说学习骑马本来就是这样的 见我还在生气他辩解说是为了让我快点学会骑马 然后着急地跟我说对不起 突然二哥脸红了起来 随后竟开始直男撒娇 我被二哥的巨大反差雷到侮女 他撒完娇后就开始自闭 我觉得哥哥突然变成了弟弟 见他这样我突然想起我的一个主线任务 是扶持他成为皇帝 但他现在对皇位并不感兴趣 却只关心我还有没有在生气 我疑惑地喊他大名并问他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他听后气地捏我脸责怪我没大没小 此时任务面板又出现了 竟是让我偿还一百亿并成为皇位继承人 二哥听到我想做皇帝突然开始发愁 我担心他是想着如何除掉我这个竞争者 吓得眼睛都闭得紧紧的 可他温暖的手却摸着我的头盘算着该怎么帮我当上皇帝 此时我的目光看向了哥哥的十一兽 我捧着他的脸希望自己也能拥有一只 我猜测我没有十一兽可能因为我是穿越之人 哥哥靠近我跟我说十一兽的灵魂会和主人一同灭亡 听到这里我更加希望之前看到的那只猫能够成为我的十一兽 我不知道的是就在侍女夜晚回家之时 却被路上看到的一目惊呆 原来是两位皇子和那天欺负我的胖哥 哥哥们想让胖哥向我道歉却被拒绝 大哥便伸出右手 让身体被一团金色的火焰环绕 胖哥健壮害怕地咒骂他是怪物 大哥却只是蛮不在乎的一笑 只见胖哥似乎准备反击 可谁知大哥转眼就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他的背后竟然出现了三重魔法阵 大哥轻而易举地就制服了他并让其永远都不能欺负我 胖哥被压在地上心有不甘地答应了下来 可谁知大哥把一切都录音了 还拽着胖哥的头发让他明天就去皇宫向我道歉 胖哥吓得趴在地上不敢动弹只能答应下来 至此两位哥哥为我出完气才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两个哥哥分别拥有千里眼顺风耳 而我虽然一无是处 但是我的小相好却是远超他们 就在刚刚我的两个哥哥暴打了一顿欺负我的胖哥 胖哥心有不甘地咒骂着 凭什么两位皇子一出生就能这么厉害 这时有一个鬼祟的声音引起了他的注意 胖哥四处张望着却找不到声音的来源 只见一颗弹药悄无声息地滚到了他的身边 那个声音说吃了他就能得到想要的东西 但需要以灵魂作为交换 此时的胖哥已经被仇恨蒙蔽了心智将药丸吞了下去 而就在不远处一个银发少年正看着这一切 他邪魅地想象着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不一会两位皇子都回到了宫殿 大哥却显出疲态连战都站不稳 二哥搀扶着他关切他的情况 大哥心里知道这是龙族使用魔法后的副作用 他低垂着眼觉得自己能撑得过去 二哥让其不要硬撑赶紧回去休息 大哥欣慰地看着眼前这个懂事的弟弟 与弟弟告别后 大哥一个人站着心中却充满了登上皇位的野心 他看着桌子上母亲的仪照 心中觉得自己称王也是母亲的愿望 因为百姓不喜欢抱倦 所以大皇子一直扮演着和善的样子 但是却被我这个小妹妹察觉到了 并且我一直显示出更亲近二皇子的样子 想到这里大皇子心中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情感 他猛地坐起来 发觉自己竟然为得不到我的欢心而感到惋惜 他百思不得其解 就在这时屋外传来了我和二哥打闹的声音 而他也是更加困扰 只得打出响指 使用魔法来隔绝外界 这便是因为他拥有一双千里尔 迷离之后终于还是疲惫地闭上眼睛 他的梦境似乎陷入了回忆 幼时的他杀死了一只鸽子 而弟弟却因为没有保护好鸽子而感到内疚 父母赶来看到了这一切 母亲安慰他拥有超凡的听觉 感到吵闹是正常的 而大皇子只想把一切能发出声音的东西杀掉 但除了弟弟 母亲便让大皇子通过模仿二皇子的举动 学习如何分辨善恶 他捏紧了大皇子的肩膀 坚信他一定可以 父亲带着皇儿子靠近了他们 并告诉他们只要记得永远守护自己的家人 就不会让自己失控 对大皇子而言切丽实是他想一生守护的人 不知过了多久我喊醒了哥哥让他帮我选裙子 大哥嘴角温柔地上扬着 默默决心守护好眼前这个无忧无虑的我 这个世界每个人都有一只有自己才能看见的宠 而我虽然没有确实可以看见其他人的 随着二哥和父亲的十一兽先后展现 大哥的十一兽也终于浮出水面 就在今天我梳了漂亮的头发 穿上了小裙子 全身都被侍女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我的迷媚侍女们再次为我着迷 我问大哥我好看吗 大哥却冷冷地说一般 听到他没夸我我脸都臭了 随后他轻轻放下茶杯 温柔地告诉我深红色更适合我 原来是我错怪大哥了 他比我想象的还要认真 我便跳到了他的腿上 亲密地蹭着他的脸说谢谢 可大哥却一瞬间实话了 我被侍女喊去是衣服便跳下了哥哥的头 走的时候还不放心地看着他 只见大哥一个人在原地走神 想起狩猎巨蛇的日子马上就要到了 大哥便细心吩咐侍女给我准备好过冬的衣服 侍女拿着一件红色的裙子我却只关心巨蛇可不可怕 大哥笑着说他很可爱 但我却记得这是游戏结局的大怪呢 之前我玩游戏的时候好几次都输在了这里 在我换衣服的时候 大哥还在叮嘱我到时候不要乱跑 我穿戴整齐 凑到哥哥身边问他今天不忙吗怎么还没走 没想到大哥说就是为了来看漂漂亮亮的我才来的 随后便挑逗试地看着我 我感觉今天大哥心情特别好 便问他的十一兽是什么 见他犹豫我又用祈求的心情眼看着他 他放下书说马上让我看 我害怕地抱住头担心的是一头猛兽 只见他右手一扬 竟然是一只小飞鼠 我想不到这么可爱的动物居然是大哥的灵魂碎片 小飞鼠爬到了我的肩膀上贴贴 我恋爱地捧着这个小东西 并向他做了自我介绍 可下一秒我却打了个喷嚏把小飞鼠吓飞了 大哥问我还好吗 我说没事可能是天气冷了 接着他拿起披肩盖在我身上 他还意味深长地告诉我这是冬天来临的信号 我问大哥为什么最喜欢冬天 他解释这是因为冬天时一切都很安静 我告诉他我可是最喜欢春天和夏天了 他突然好奇我怎么会知道他最喜欢冬天 我才发现自己说漏嘴了 见我着急忙慌地解释大哥也是忍俊不禁 听见有人来我赶紧转移话题 女仆报告说是胖哥来了 我不知道大哥做了什么好事 我坐到沙发上吩咐侍你们退下 他进来的一刹闹我察觉到似乎有点不对劲 只见胖哥面色惨白顶着黑眼圈慢慢地走了进来 有一只主人才能看见的使一手 他便能关键时候救你一命 就在刚刚大哥教育了胖哥后 我的小巷好人给了胖哥一个药丸 而他自始至终没被任何人发现 吃下之后的胖哥便是来找到了我们 大哥淡淡地询问胖哥来找他有什么事 胖哥低着头没有回答 我有点害怕地看着胖哥 只见胖哥突然窒息般地挣扎着 我小心观察着这一切 胖哥眼神恶狠狠地留着哈拉子 我害怕地摇着哥哥的手臂 大哥也察觉到不对一把护住了我 胖哥又似乎头疼了起来 只见他突然发疯似的大喊自己是皇帝 大哥为了保护我一把将我推开 就在我马上就要重重摔到地面时 我害怕地闭紧了双眼 可是我却一点也感觉不到疼痛 原来是大哥的使一受用身体保护了我 我担心着大哥的安危 只见房间的另一头大哥和胖哥似乎在对峙 胖哥凶神恶煞地说着要篡位 大哥的神情却是泰然自若 胖哥被大哥的轻视激怒了 他失去理智般摧毁了整个房间 我也被余波震倒在地 空气中弥漫着硫酸的味道 我四处张望寻找哥哥的踪迹 这时侍女走了进来紧紧抱住了我 并将我迅速带离这个危险的地方 可随后她和我便被一股神秘的力量 迷倒在地 门外的人在拼命敲打着门 我担心门一开氧气一旦进入 就会让这里问题 此时任务面板再次出现 提示我目前一氧化碳重度 难道我又要在这里重开了吗 只听一个响指被打响 是父亲来了 醒来时我一躺在父亲怀里 父亲安慰着我说一切都没事 可我的眼睛却还是慢慢闭上了 在城堡的另一段 银发少年正用第三只眼 窥视着刚刚发生的一切 他觉得没意思便合上了第三只眼 瞬间就变成一副天真少年模样 回想起愚蠢的胖哥 银发少年暗自得意地 把玩着那颗药丸 这是能放大人心贪婪的药丸 不过想到自己已经确认了 大皇子的实力 银发少年也是满意地笑了 他想起昨晚吓得惊慌失措的我 竟是温柔地笑出了声 正经最受人尊敬的皇女 现如今只能欺辱侍女来找存在感 在皇宫的一角 亚历山德拉皇女又在欺负侍女 银发少年默默地看着这一切 谁又能想到眼前这个人 是之前最受尊敬的皇女 少年轻蔑一笑 脑海中却又想起可爱的我来 或许连他都不曾注意 我在他心里已经不可或许 银发少年装作不知情地询问 亚历山德拉怎么 亚历山德拉则骂他明知故问 银发少年并不在乎 反而冷静地问他要不要参加晚上的派对 边说边在亚历山德拉头上带了一个蝴蝶结 亚历山德拉却愤怒地将这个蝴蝶结扔在地上 银发少年顿时露出了阴冷的微笑 亚历山德拉显然被吓到了 银发少年却只是面不改色地 在他脖子上带了一条项银 随后命令亚历山德拉开始争夺皇位 他显然并不敢反抗这个命令 亚历山德拉回想起一年前 当他兴高采烈地收到父亲的信 迎来的却是让他和银发少年合作的命令 亚历山德拉并不愿意与他为伍 并且令他感到奇怪的是 他们的身上有着同样的态景 而且银发少年时常会对他露出怜悯的神色 这时银发少年忧心忡忡地调导亚历山德拉 不要再欺负侍女了 亚历山德拉却并不买仗 暗中怀恨在心 银发少年却再次露出了诡异的微笑 夜幕降临侍女独自一人走在宫殿中 突然被一个声音吓倒 只见银发少年微笑着站在墙边 又是诡异地微笑着 他慢慢靠近侍女 双眼恶魔般地看着侍女并诱惑其与他签约 侍女被吓得惊慌失措 突然间银发少年长出了恶魔的翅膀 掩然一副大人一样 他不怀好意地攥着侍女的手腕 空荡荡地走廊上只听得见恶魔的低音 银发少年许诺只要签订契约就可以给他想要的一切 侍女的眼神渐渐失去了光彩 原来是银发少年一直在对他施咒 不一会侍女眼神就完全变得空 露出了与之前完全不同的笑容 堂堂皇女竟然甘心成为恶魔的奴隶 这一切便是源于18年前的一个血液 一个身披斗篷的男人前来掌握魔王 而他便是帝国亲王亚历山德拉之府 他许诺将第一子奉献给这魔王 同时魔王需要奉旗为主 以此来完成魔王的契约 可没想到魔王的契约只签订了一半 现在他便准备向眼前的女仆签约 随着他紫色莫同的展现 手指一点而出 那女仆的眼神开始变得呆滞 皇宫的另一边 医生汇报着我的情况 卡尔不由地怒吼到我已经昏迷一周了 他也不由地对我的安危担心起来 医生解释着已经尽力了 现在需要的是等待 突然他的身后响起了伊德的声音 你也不想这么早就躺板板吧 闻此医生脸色大变 毕竟没有一个仆人不害怕这个人间小恶魔 随后他便打着哈哈 伊德短暂的凝视之后 便是看透了这个医生 一个已经被金钱迷惑内心之人罢了 那医生只得向亲王求救 可伊德并不买账 随着他的手指一点 原本嚣张的医生瞬间脸色大变 因为他最虚伪的一面 竟然成为画像凭空出现了 医生急忙说着会去找教皇来救助我 随后亲王也是向其施压 面对一阵威胁过后 便慌忙地跑掉了 此时的伊德满脸懊悔之色 后悔没有保护好我 面对卡尔的劝解 他也只是羞愧地低着头 卡尔看着我说 只要我醒来一定教我骑马 父子三人第一次感受到如此无力 这时侍从突然进来 说着索菲亚也陷入了昏迷之中 我曾经的一幕幕都浮现在亲王脑海中 接着便亲吻着我的手 突然他面色凝重 似乎头痛欲裂 见此卡尔兄弟二人也是慌了神 急忙上前关心 亲王连忙摆手示意 因为他最担心的还是我的身体状况 这个世界每个人有一个 只有自己才能看见的宠物 而我却是拥有四个 而这一切还是发生在我遭受重创之后 紫色星空之下 我的意识苏醒在一片云朵之上 就在我大量四周之时 突然我看到了系统面板 令我震惊的是我仅剩2%的生命值 我回忆着小胖的情绪失控 以及大哥的舍身相救 这让我不由地担心起大哥和索菲亚等人的安危 此时系统提醒我是否选择付费复活 否则便会被消除 面对这种选择我感到无语 我只能暴躁地选择了yes 不过复活之后 我一定又是这世界上最亮的仔 就这样想着我身体逐渐疲惫 再次醒来我已然清楚了小胖如此行为的缘由 这一切便是因为那颗魔丹 根据我的记忆那是后期 吉尔完成刺杀任务时经常用到的 没想到这么早便是让我遭殃了 不过好在还有两个哥哥会帮助我 突然我的面前浮现了一幅画面 那是我养在家中的三只小猫 看着他们我不由地想着没有我的照顾 他们是否还好好活着 此时系统浮现告诉我 可以选一个作为我的使一兽 这让我不由地呆愣住了 就凭对这三个可爱的小家伙真的能保护我吗 总不能让他们的可爱攻击别人吧 不过我都如此特殊 他们应该也会有些特殊能力吧 嘿嘿 不过究竟选择哪一个又让我十分纠结 这时系统却似乎在给我提示 我随之看过去便发现了一扇门 本想着先出去再选择使一兽 可随之上面却是写着选择后才能离去 接着我用了之前剩下的提示 只见上面告诉我小猫的能力是可爱 想着大哥和二哥的使一兽 我不由地抱着系统面板大吼起来 忽然我又觉得小猫不是可爱就够了吗 一气之下我便要所有小猫都成为我的使一兽 三只小猫瞬间便涌入这个空间 直接三猫身形一变 便是换了一身颜色扑入我的怀中 和它们久别重逢不由地让我喜极而起 就在我欣喜之际 忽然发现竟然是四只小猫 这让我不由地愣在了原地 看着这新的小猫 略微思索之后 我便是被它的可爱所迷住了 接着我便准备离开这里 有了它们四个 我则是更有信心面对之后的磨难 我因恶毒小胖受到了生命之危 却意外获得了数字别人千金难求的使一手 此时的父亲和教皇正守护在我的床边 只见教皇的手上浮现了金色的光芒 突然那却得医生貌貌事事地前来拍了一下教皇 教皇面带不悦 那医生尴尬地说着我已经没救了 教皇生气推开他的手并想将他轰出去 只见那医生面色凝重 因为他还想时刻监视着此地的情况 就在这时一个手抓住了他 医生看去 赫然是我的两个哥哥架住了他的两刻 接着红毛吉尔郑重感谢了那教皇 黑发少年则是自信地表示我一定会苏醒 吉尔的表情也随之好转 而就在他们离去之后 父亲则是许诺教皇成功叫醒我会给他想要的 接着亲王便是说只要不让我嫁给他什么都好说 教皇随之一愣 因为他确实有想过 紧张地搓着手 嘴上还是说着一定 他单手抚摸着我的额头 身边逐渐浮现金光 嘴上却喃喃说着对我一见钟情 最后他便为我的安危祷告了起来 亲王似乎听到了什么 他的脸色也是有些难看 接着两人便是这么僵硬地坐着 那医生不知何时再度出现在教皇身后 只见那医生的手上暗暗用力 威胁似的说着你倒是让他醒来啊 此时的我突然起身让两人吓了一跳 我揉了揉眼睛 再次看见这帅气小哥我十分开心 我热情地向他介绍着自己叫切丽石 教皇顿时面色红润嘴上也结巴起来 而亲王冷脸看了过去 因为他知道教皇一直被困在地牢 连魔力都没有 而那时的教皇内心便已经渴望知道切丽石的名字 这一切便是由于多年之后 那时的教皇已然是一名战神 就在他取得阶段性胜利带领部队撤退后 就在他们撤退的路上 他第一次见到了我 而我也是随即注意到了他 我上前和他说着参见教皇 接着便是伸出了手 可教皇却是愣在了原地 接着故作轻松地说着他叫希特 随着我救助他人和他不断产生交集 他对我的感情也随之而起 也正是如此他才一直守候在我旁边 在我苏醒之后 拉他手的那一刻他才会惊慌失措 不过随即便是我对他的出现表示震惊了 他却是好似看穿一切一样 笑着问我选好使一兽了吗